發射箭教室 歡迎各位來到這個天下足球 今天逢星期二就有我們香港人的足球 香港人的足球有什麼熱門的話題啊 朱sir 喂 香港隊票價又可加可減 行不行啊 行不行呢 這些就不是我們說的 要看看大眾球迷又如何反映 另外有球會想退出這個港甲634頻道 說明港甲當然要夾錢的 港甲就要夾錢了嗎 但是不能夾 好 今天我們的節目還有JLIT風雲 好 天下足球現在開始 好 歡迎各位來到天下足球已經不經不覺到第四集了 逢天下足球再加上星期二就會有香港人的足球 好開心啊 其實今天呢 我們是Live的 我們這個節目是現場的 大家可以放心啊 可以說呢 一個理想建構出來的陣容 這個主持陣容呢 終於呢 我們磨合了幾個星期了 首先歡迎我們的走途歸隊 Hello 各位好 我是走途 等你很久了 大家以往一向聽走途的一些分析 這些數據呢 非常獨立 他加入了香港人的足球環節 你可以說是如虎添翼 繼續有朱sir 有米芝樂 你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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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經常說人家是建盤戰士才行啊 是公敵啊 高飛公敵啊 你好啊 你又想去攻敵 你又看得自己太大了 太大了 你不行啊 要降低一點 你小常為自己窮 來不來都會產生一些標誌性的人物的 還有開篇我們另外兩位主持 Henry 還有 還有Billy 大家好 好神秘的 剛才我們預告了一點點 就是這個我們今天 其實這個星期的香港球賽 發生在球賽上 可以值得討論的話題 其實又不太多的 發現周邊的事情 或者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又很值得大家去議論 有爭議 甚至乎疊疊不休 究竟今天我們第一個要開的話題是甚麼呢 我們一起看看 什麼事啊 加價的 真厲害 香港隊告訴你 短時間之內打兩場國際賽賽事 一場對新加坡 一場對越南 但是本來對戰 大家球迷都很期待的 終於在一些國際比賽日的時候 有比賽 是好事來的 打多些國際賽 如果不是談何這個世界排名跳升 但是跳升 想跳升排名之餘 這個做夢做得到 大家都未知的 好了 我們又回來了 不過呢 票價就告訴大家 是可以跳升的 可加就不知道可不可以減 現在就先加二十元再加四十一場 對新加坡呢 就六十變八十 越南呢 更厲害 六十變夠一塊水 首先 我們要搞清楚 六十元這個是否一個 潛移默化供應的一個供應的票價 很明顯不是 從來都沒有說過六十元是指標 那深水埗收二十元 深水埗收二十元 我們可不可以拆他台 就是說你太便宜不對 我做壞的事 頂爛市 從來都不會有球迷覺得收便宜了 是頂爛市 而且是很受球迷歡迎的 沒錯 如果按這個比例 比如說加到一百 這張六十元的票價 其實在那裡加了66.6% 與這個任何的百物騰貴 以這個加幅的比率來說 是相當之離譜的 大大跑贏通脹這次真是 厲害了 厲害他 但這樣說 這麼多年 其實都沒有加過價 那麼去調整都不是一個過份 其實這麼多年有沒有加過價 就是在說現在這個國際賽的票價 其實有沒有公定的或者沒有 所以你都不可以說 究竟有沒有減過價 或者加過價 不過 我就這樣看 加價這個問題 其實你加了六十元 我不知道各位認爲 甲組與港隊的賽事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覺得有分別 我是覺得很有分別 有多大分別 香港隊就合了眾多甲組的好手 代表香港出去打 畢竟你是國外的賽事 那你票價方面當然要略有不同 米知樂卿的意見就是覺得 港隊的比賽跟港甲的比賽 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又反過來 我們以前港隊的比賽 即是國際賽當中 有沒有收貴的先例 你對強隊 對什麼巴拉貴 巴西那些 當然是貴 因為氣金的問題 朱Sir 當年我們對巴西最貴的收多少錢 一千五百元左右 大中底有五塊 原來是這樣 三樓就 當年我都是買五塊水的 三樓都是 當年你買五塊水 五塊水你對比現在 這些對越南對新加坡加起來 其實都可以看幾次 看兩場的幾次 是不是 看十次 我自己這樣認為 這個加幅 其實我也想可以接受 但是我自己認為 長遠計 你要將港隊的賽事 有別於其他的甲組賽事 其實你可否訂立一個加幅 好像你的世界排名 根據對手的世界排名 你這樣說 那時候我看過羅先生的網絡 也曾經說的一句說話 其實現在捉總 有些隱性出來說 是有機會在100名以內的票價會高一些 或在80名以上會高一些 是根據排名去頂的收費 因為其實這件事很關乎是 對方的氣金問題 上一次對新加坡 捉總是數二十萬的 那一場球 上一次 中華 中華台北 對中華台北 對中華台北是會花錢的 那你也知道現在 你也要回想 他也要經營一下 不要賺不賺錢 也要收支平衡的 加一點價錢也很合理 上次都要五成入場 第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加了這二十元 或者四十元 是否會做到收支平衡 下一節再跟他分析 不過最大問題就是 很有趣的問題就是 你說對外局應該加價的話 那結智對丁家樓 明晚是否應該收六十五元呢 為何說五元不行 等等等等 你先對著咪高峰 你也不能進入 還有呢 我記得早上屆還是早前一屆 有一場甲組賽事都收成九歲 又是神禧對南華那場 結果後果如何呢 是的 即是後果可以不理 你的會科可以不理 但你是肆意加了價 其實如果以聯賽來說 體制是挺不公平的 但你也有理由說出 因為這樣而加價 現在去到國際賽 其實我覺得國際賽 從來都不應該有一個 一定的票價 所以那些人以六十元來做指標 你簡直就是一廂情願 你太天真 上季阿協 香港代表南華 都80元一張波票 那時候那些人又不會呱呱吵 不是的 其實應該這樣看 都有人發聲的 相對來說 那個反彈 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又反過來 如果南華出戰阿協盃 都有那個加價的空間的話 或者是收高一點票價 不要說加價 那港隊收不同的票價 那這個看來都情有可原 從來都說 畢竟是國際賽 一來 二來其實我們要看 他那個其實 那個準備鋪排的程序 怎麼樣 大家還記得去年的世界盃 我們對沙地阿拉伯 打到一堆屎 那樣 你的球員操練又不來 試過有課 不知道只有六七個人操 要說均而守龍門操練 那時候 如果這樣的準備狀況 你要我捧一場 去看一場國際賽 老虎蝦二十元也要想過 事實上 事實上那次在小西灣的賽事 也慘淡收場 也有形容為 對方的球迷還要比我們更多 就是打氣聲 當年我是坐在阿拉伯 不是當年 去年而已 不是當年 不在這邊 沙地阿拉伯的球迷 在後面 威嘩鬼叫 然後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指著球場的七號 問我 這是第七號 其實第七號 是你這麼笨 他拿了記錄給我看 然後指著他 是嗎 是 然後說什麼 這樣說法 就是說 好像這樣的功夫 這樣的準備心態狀況 教練換完又換 林美又換了 廖俊輝 廖Sir上去 不教又教又不教 鬧出一系列的醜聞 這樣的球 你還要加我的票價 我當然覺得不公道 現在看見港隊近半年來 一些新的教練 上任魔力克 即是有些公開的操練 即是 話畢是給傳媒聽 大家去採訪 即是每一次都很有程序 即是告訴你 那個備戰功夫 是認真的 亦都是 神祖告訴大家 他們會怎樣的部署 會選些什麼人進去 即是所有的東西 一切有規條很多 也都不再見到 那些什麼 小貓六七隻 對不對 即是大家似乎都很給面子 很給面子的操練 那這樣一切的配套 或者是準備功夫做到足的話 那以這個日常 一般我們所謂 看聯賽的票價 再調高一點點 我又覺得 不是那麼難接受 這件事 如果純粹說票價 個人其實都可以接受 即是不是說 覺得開了一個天價 又或者是一個 完全不合理的地步 再加上文潔所說 現在的情況就是 港隊的操練 那麼認真的話 認真的人有誠意 我是願意給一個誠意出來 去用較高的票價入場 但是今次 整個足總 出這個票價的方式 就給人一種感覺就是 亂加價 亂用Promotion 令到球迷反感 我反而覺得Promotion那邊 這個已經是另外一種 推銷手法的問題 就是Promotion 當然就是 所以在這裡的角度就是 有時候不是 票價本身加多 多少的問題 而是你怎樣推出來的問題 你推出來的時候 就用回那間 即是已經有 大家求迷 覺得有前科的Promotion 覺得有問題 而且大家的感覺上 香港波的商業運作 就不是那麼成熟 要大家覺得 心甘命底 這是一個很值得給錢的娛樂 大家不是這樣看 寧願給60元80元 進去看一場戲 嘗嘗冷氣 嘗嘗冷氣 雖然現在看電影也不是便宜 但是大家覺得 心甘命底一點 現在整個這樣的Promotion 減我價又不是 其實提高了很多的票價 然後兩場加起來 才便宜了幾十元 令到有不少的球迷 在這個角度來說 是覺得反感 而從而覺得加價不合理 不如 應該說一句很有趣的公道話 他還保留20元票的 不要說到全線加這麼貴 因為還有老人加學生 也有20元 記住在亞洲裏提了一點 如果同時購買賣多少錢 150元 150元 150元兩件 150元兩件 一場七十五 七十五 加你十五大洋而矣 嘗嘗 你很難推銷 你是不是Promotion公司那邊的人 我不是我的口 其實是 如果你兩次都捧場的話 實際上都是15元而已 增幅每一場球 平均來說 絕對可以接受 問題是 好像走途剛才你所說到的 那個推銷手法似乎 又是走出來 永遠都是好心 但是方法用錯了 就招惹了別人的非議 很大石窄石的感覺 但不如我這樣說一下 其實很多 不是說球票 出現買東西 有時候都會用這樣的優惠給你們 為什麼外面的人會接受 譬如我買兩件便宜一點 你會接受到 燃燃 相反 現在的情報客人 這麼多人反對 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經濟學角度來說 球賽換票的價值 是不僅是表面的 很有趣的 因為你享受一個過程 你消費的時候 你不知道長波是怎樣的 那經濟是想 OK 但經濟學上來說 其實這件事 我又 查斯也說 不太認同你 說一些話出來 一來 主要是說 長波的價值 是否值得 是很過人的感受 有機會長波 假設 南華隊 正攻 那幾次年代 一千元張波費 可能我自己看 相反 可能有一場 A對B隊 一種錢不值得 這件事是很過人的感受 即是這樣的說法 我記得80年代 那時候 有很多國腳級的外援來到香港 那時候看了一場 東方對魚丸 東方那時候有德國B隊的紐尼斯 那些 但結果大打一場門球 結果有球迷 那時候收40元 80年代頭 收40元那場球 就說 哇 頂你個肺 給40元看一場門球 當然是覺得不值 但照計你入場之前買票 你當然會覺得這40元一定會值 因為有這麼多香港隊的球員 東方魚丸是勁女 有這麼多國腳級的外援 還有一個真見事 打一個屈福特的中鋒 這個很大件 不是大件 他高高尾尾的 即是他停球 空口停球是很好的 有這些這麼有級數的外援 你當然會覺得值 但打出來一場球 悶悶就是悶 那一樣的球迷看完之後 就覺得不值 回水 這麼悶 那些球這樣 OK 有個球迷打電話進來 真好 蒲洛 蒲洛 你想說什麼 你好文傑兄 你好 想說一下 是不是現在在說票價 當然 其實我想說三個點 好 第一個就是 其實在球迷的角度 或者是 娛樂消費的角度 任何情況加價 都是會快 減價一定會開心 正如上個星期看那場球 江民隊 江民隊 講清的 其實那場球也挺好看的 但腰斬去 可以回水 那球也很開心 因為很回水 很開心 明白明白 明白 回水 我馬上開心 喊了這麼多年回水 都可以回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我覺得 國際賽來說 譬如說 看回以前賀水波 加斯巴布 那些 有時候會請外隊 譬如東歐那些 水電 或者都會請那個飛 走到尼亞 其實我們一個球星都不會 但對一對陌生人都一樣 但為何我們可以 百多二百元 為什麼呢 現在其實都是港隊對越南 那你說越南是差 其實兩隊球 現在大家就下意識 如果 譬如說用港聯 或者香港隊對巴西這場球 就一定好看的 香港隊對越南 這場球一定不好看的 但我又覺得 不是這樣的看法 有很多時候 看看你打出來的場面 是怎樣的 以往有很多外隊來到香港 的場面 可以啟踢很悶 我記得又說回 你又說遠一點 80年代 過年泰司那場 蘇古迪斯當然還沒死 跟著過年泰司來到香港 對精工隊 又大打一場換球 那你都收得不便宜 但是如果你說 精工隊遼寧那場球 打了大家 我就覺得很好看 只有幾十元 那遼寧怎麼跟過年泰司比 但是大家就覺得 越南是怎樣跟巴西比 越南是怎樣跟來香港 打日本 韓國的城南 一和比 那這個角度 出發去想的話 就看看你本身個人 我就覺得真的是這樣的 虛番 你有多支持香港隊 而且香港有很多人 嘴巴支持 但是你要他入場 他會跟你說 沒有時間 不是不想 沒有那麼多時間 有很多人 是衡量了 其實那個就是 那個牌子 哪一個牌子 就是信名牌的 或者越南就不是名牌 新加坡就不是名牌 就去到這個位置去想 那普朗你自己 是否認不認得名牌 效應 我自己就 剛才所說 比起 賀瑞波 有一年 其實是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那一場 那我 給巴基班 又沒有幫人提 又有幫人做的 其實跟越南沒有分別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兩隊都不認識 只是 那個 國旗不同賽 對於我來說 有時候普朗又公平地這樣說 這個 可能就算當年爺爺堅尼來了 你都未必會知道他是誰 是 現在他來當然不行 離譜了 但問題是 起碼你知道 尼日利亞國家隊 他打過入世界盃 94年世界盃對著意大利的時候 幾乎逼到意大利 如果不是有巴基奧的話 意大利也會向來 這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他派出青年軍 就算他派出B隊過來 你覺得沒有一個球員你認識 但是你揹著尼日利亞這個 即是等於巴西派出B隊來 你都覺得值 收你一百塊底 那時候東升隊 那些什麼 巴西聖保羅選手隊 那些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些都收成 都學生飛了二十元 那時候學生飛了二十元 是 另外一件事我想說 其實我會見到 這次的票價 有八十元 有一百元 然後有一百五十元 兩張 那我會覺得其實 是幾突破的 在足眾來說 我自己覺得 就是很少以前在 那個marketing 在pricing strategy那裏 那裏 做手腳 這次是做一個半元兩場 做一個bundling 這樣 以前我們沒有的 因為其實他不會說 用這個票價 來試試球迷的水溫 或者是 專門用兩場 來做一個菌檬式 其實好像適合 你一局主一定要買兩場 你不會買八十八 一百 那我會覺得這件事 是有少少進步 因為其實以前是 沒有看過這件事 沒有想到這麽仔 以前是 很高興看到你這樣看這件事 覺得是一件進步 我覺得這件事 的而且我覺得是很適合的 與其我們每次接收到 即是足眾 每次做一件事 我們都先調查了台 我們不如看看 它是否真的進步了 這個不錯 其實他這樣做 其實你自己買了票沒有 其實他這樣做 一定是有想過的 那你買了票沒有 將會買 一場還是兩場 一場還是兩場 買了兩場 那一定是兩場 當然 如果你讓我選 我反而現在這樣 咦? 不是說你逼我買兩場 而是其實 有時間我就去看 沒有時間我買了 我都可以 我給七十五 我給你 我給你 就是這樣可以的 不是這麽困難的事情 我都覺得其實是一件 不錯的 其實這個推銷手法 問題是 為什麽也會惹來人家的非議 即是不同人 有不同的角度 不過 有位網友 五月雪就說 沒有人看的話 免費都要局旺 這件事我覺得 有點反智 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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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我們是職業足球 我們現在不是交 慈善籌款賽 不如米子落香 我們為家人籌款 在收盾搞場慈善賽 不是這些 我捐20元 我捐20元 你20元那張是老人票還是學生票 沒有老師票的 20元算了 教育界 你不要混在一起 那種流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職業足球 是有一個 那個身分 那個受人尊重的 那個位置 不是說 唯 只有擠 擠八個場收便宜一點 永遠 為了想爆牌收便宜一點 好 不收 一元也不收 擺大球場 你以為坐不坐? 爆四萬 坐不爆 狗膽倒那棵 不是的,一樣有人覺得就是那個所謂的牌子效應 新加坡、越南 其實你說越南差得那麼嚴重 排名高於香港很多 其實不差 還有,阿里功雲他們 都在亞洲有些名氣 還有一件事 有某個討論區在熱議這個人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巨於Baby 那些周邊的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看的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我想是傳媒、行家、記者、朋友 自己經常拍攝 大家互傳消息 那時候你早前去S7 有本Magic Scene是他的封面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來他是足球寶貝 這個我看回人家才知道 說回長坡 我覺得反而就是這樣 大家抱著心態就是 可能對新加坡、對越南 可能場面上會很刺激 會挺好看的 接近了呢? 會接近了 其實應該也是香港隊 但是接下來去約戰的對手 大部分的思路都應該找一些 吸數 或者鄰近地區那些 可能極高的 泰國那些已經差不多了 高一點點 但是今年年底的東亞杯 有些改制 香港不能再對關島 可能會看到關島的 那就是啦 如果你是按 好像米芝樂的說法 如果按世界排名的話 那對關島 是否要足蹤 是否要付錢 我們進入 我這樣就收平 40元而已 40元而已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我又覺得 會有個底線 就是會有個底線 大家 又不敢說 去到這麼盡 這個市場是自由的 是吧 75元 現在剩下兩張 那你就不要看了 你覺得如果真的 是不公道的話 就是不要入場 就是他沒有欺騙你 起碼先 這個不屬於欺詐的行為 那普朗你還有沒有其他 要補充先 沒有 純粹剛才說關島 因為很掛念 香港可以炒得 都關島十幾球 那些 現在很難的 但好嗎 你又想看一場 炒十幾球的比賽嗎 那時候 歐倫 不知道入七八球 又可以在國際 不知道入七八球 有這場 但是 球迷是不是真的很喜歡看這些球 對 不是啊 那次我去澳門看那一屆 更糟糕 陳希奇入五六球 好事 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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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琦又入球 小琦 好耶 然後小琦看出來 那看看你哪個球迷 普洛是藍畫迷 就每一樣 球入球 普洛就 對不對 沒問題 又要看不同的角度 OK 普洛多謝你的電話 普洛 謝謝 OK 似乎這個話題 講也還未完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一下 這次的加票價事件 其實會不會導致到一件事 因加得減呢 又跟大家說一下 咦 有大埔足球隊 就說 而推出港甲 之後也寫過標題 就是推出港甲 其實是推出港甲的朋友 就是打漏兩個字 推出港甲 很大件事 兩個意思 剛剛啊 Billy 剛剛先 這個 634這個頻道 其實我們怎麼看它呢 有沒有一些可以改變的空間 包括收費 整個形式的制度 這樣 所以我們下一節回來 可以談一下這件事 OK 待會再談 好